你这么对我笑,是不是心愿望? 嗯,功德还行啊,不过这……零业绩 哎呦,这就难办啦 你擅长什么呀? 嗯……啊,我擅长七十二变 尤其是动物,特别逼真,活灵活现的 仙家养的都是稀罕仙虫,要你干什么哟? 你还是下凡多集团的业绩再来吧 下一位 来不及了,挂 糟糕,魅力不如变成狗了 要稳住,气势不能说,打不过你,我咬死你 焖·爆が烧 mata 深河 本以为血湿是个大业绩 没想到业绩没赚到 竟要死成个狗呀 好像有什么味道 这人是谁 好漂亮的手 想当年我也是玉树灵风 命运石狗 面目全非 身上外山静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 好饿啊 好香啊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我这么可爱的狗对你疯狂暗示 你居然自己吃毒食 喂 吃吗 饿死我了 吃吃吃 糟糕 不小心说了人话 他竟然没有反应 我不吃焦的 来 饱了饱了 喂 我要走了 你跟不跟过来 我会说话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万物皆有灵 狗会说话 并不稀奇 眼下我那灯雨似 一时无法恢复 不给自己找个四桌 怕是要流浪起时了 哎 我的情况吧 挺复杂的 你可能以为我是一条狗尖 其实我 你那灯碎了吧 不想找恢复的办法吗 眼下我那灯雨似 一时无法恢复 不给自己找个四桌 怕是要流浪起时了 哎 我的情况吧 挺复杂的 你可能以为我是一条狗尖 其实我 你那灯碎了吧 不想找恢复的办法吗 你 你怎么知道的 难不成 你对我另有所图 内灯不及时修复 怕是你以后再也收不出话来了 他说的对 没有完整的内灯 我会渐渐失去人类神志 最后真的变成一只普通的狗 你知道帮我恢复内灯的办法 不知道 那你在这当了个啥 雪丘那边有个龙兰客栈 有一批休闲者近期也在那里 可以去打探消息 那你作为我的寺主 要照顾好我 我可是很挑剔的 你叫什么 星义 姓呢 无姓之人 你想修仙吗 我可以带带你 我不修仙 你为什么不修仙啊 不感兴趣 那你会做什么好吃的吗 到了 客官里边请 慢着 哪里来这么一个 去去睡 那是我养的狗 宫的母的 宫的 客官 我们客栈门口挂着牌子呢 公狗 谢菊入内 为什么公狗不赢内 这简直是性别歧视 是这样的 我们老板娘养了一条西施犬 正处于发情期 母狗发情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 你们老板娘家的母狗 不过周末 确实有点让我欲罢不能 去哪 要去哪 宝马厩里去吧 记得找根粗点的绳子 是 好臭 好臭 这箭 自曾相识啊 真是人善备马七啊 过来 喝口水 我要喝温的 我用不惯粗桃碗 而且这只碗碗颜色有缺口 容易割上舌头 我习惯用龙泉黄幼连半碗 实在不行 青花玲珠也凑合 喝不喝 那你放下吧 我喝就是了 今天西施犬那件事多谢你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是个散仙 前几天被血尸打碎了那单 仙里尽尽 我对天发誓 如有一句假话 天打雷劈 哦 我去给你拿的吃的 那我想吃鸡汤小混沌 最好要有两种虾 一种是青菜猪肉虾 一种是胡萝卜虾仁虾 嗯 汤嘛 原本走壁鸡最合适为汤了 但现在穷香僻壤的 也不讲究 只要鸡汤就行 哦对了 出锅的时候 记得撒上一把干紫菜 如果再放点虾皮 就更好了 哎 哪边怎么回事 这位客官要吃鸡汤小馄饨 不放心厨子 非要自己做 鸡还必须是走地鸡 我说没有 丢银子就让我去找 这让我上哪去找啊 老板娘 老板娘 我们店里来了几个修仙的 哈哈 客官里边请 修仙的 来这里做什么呀 最近 已经失踪了好些人了 不知道被什么抓走的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啊 哇 好香啊 好吃吗 嗯 嗯 汤挺好喝的 可能也就那样吧 我咬不到馅儿尝不出个味道 我看你做了狗之后 胃口挺好的呀 嗯 说的好像你以前认识我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做狗前胃口就不好 哼 风里夹杂着血腥味儿 血是要来了 我 帮你报仇 我看你做了狗之后 胃口挺好的呀 嗯 说的好像你以前认识我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做狗前胃口就不好 哼 风里夹杂着血腥味儿 血是要来了 我 帮你报仇 啊 这 就你 大言不惭 我堂堂一个伞仙都打不过 肉体凡胎的你能打得过啊 还是我来想想办法把那东西赶走 至少先撑过今晚 哈哈哈哈 你确定 不知道刚刚是谁 想扑倒西施犬啊 我一般只有饿着肚子的时候 才容易被动物本能驱使啊 吃饱了就没有这啥事儿了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开上那条小母狗了吧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啊 我们回客栈里待着吧 我感觉到她又近了点 不是说公狗不准入内吗 何老板娘说过了 进来吧 呃 喂 把这么脏的狗带进来 我们还要不要吃饭了 可我没觉得你比我的狗干净多少 你说什么 客栈 这是您的菜 您尝尝 那位可是南北第一富商梁家的少爷梁世勋 您还是少招惹他为妙 第一富商 就他 以前第一富商可是我们季家 现在也轮到这种家伙了 哦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啊 怎么他这两人认识 今天对不住了 恐要打扰各位吃饭雅兴 此人 偷了我家宝剑 无论如何 我都要擒住他 怎么回事 那本是我的剑 你的剑 当初你被送到我家寄养时 就跟这条野狗一样 关我什么事 梁星野 我们梁家平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得把剑不应该 纠正一下 我不姓梁 我是无姓之人 野狗就是野狗 怎么都养不熟 你就是星野 就是那个赫赫有名 只降妖不修仙的星野 只降妖不修仙 这家伙怎么这么奇怪呢 这世道降妖者可都是为了在 思路兴君的功德部上记上一笔 再服下妖丹转化为自己的元丹 好得到修仙非生的资格 我早就想亲口问问你了 你不修仙 为什么要降妖呀 降妖除魔 护一方安定 乃是我的本分 修仙 我不大乐意 那你打来的妖丹 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呀 要么换钱 要么送人 你想要 我可以送你一些 好呀好呀 那你倒是送我呀 我说不定修炼成一颗元丹 到时候我就可以变成人了 星野兄 送几颗几颗美丹吗 星野兄也可以送我吗 星野兄 若是再有人找你麻烦 我定帮你收拾了 雪尸来了 今晚这暴风雪 真是来势汹汹啊 不对劲 该不会是那东西来了吧 什么东西 我听闻 最近很多姑娘家 无端失踪 被找到的时候啊 全都没了皮 天啊 大家赶紧上楼 把房门关好 你们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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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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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猎骨好像斷了 你还好吗 别逞强 快回客栈 你打不过他的 无妨 在这里等我 完了 我明明警告过他的 出了 出了 小心 怎么可能 前辈不死 救我 坚持住 我来了 吵死了 吵死了 老虎 我 是不是快惯了 我这辈子运势极好 从小享福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少爷 慢点 十八岁那年 我过腻了这样的生活 拿了家传宝剑 想去闯荡江湖 女子 你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 我本以为 我的江湖 是这样的 可实际上 是这样的 我没想到 闯荡江湖 这么苦 受不了 就回来了 居然把家传宝剑 送给别人 你还有脸回来 不过 我也不是完全一事无常 好孩子 不哭了 我还要去闯荡江湖呢 不能带着你了 这把剑送给你 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就卖了他换钱 以后我一定回来看你 后来我回到家继续当闲散少爷 偶尔会想起那个孩子 如果不是 神仙 既是有缘之人 老夫便将此语化缘丹赠予你 神仙也会掉下来 怎 怎么变成囚了 吃我 吃我 快吃我 如果我没吞下这颗命丹 可能就不会有成仙之后的这些事了 喂 醒醒 你怎么样啊 那是 血尸的腰胆 我 我 快死了吧 你 你放我下来 我死的时候要头朝门 那是从前我家的方向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点个菜 想吃什么 酸泥小龙虾 其实我是吃吃酸香吧 现在快死了想换个口 记得去虾间 然后多放油 别坐牢了 还有 你可以去死了 吃不得吃不得 怎么好白拿你这么多腰单 拿去吧 反正我也用不到 怎么用不到了 你用不到 我用得到啊 醒了 小龙虾呢 极北哪来的小龙虾呀 以后带你去领南吃 那腰单你还有剩下的吗 都送出去了 血尸那颗也送了 血尸那颗为了你呀 不然你以为你的伤好得那么快呀 有这一颗也不错了 练花需要时间 别贪得无厌 知道了 好舒服啊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窗外的井一直在变 客栈在前进 早看出来了 这客栈除了那几个修仙者 还有梁家人 其他人都是死人 而再死很久了 你觉得他会带我们去哪里呀 他哪也不会去 只是在暴雪中徘徊 只要他一直身处暴雪之中 客栈里便没有人会离开 至于那只血尸 不过是物打物撞找到这里 恰好被用来试探那些修仙者的实力 不过话说回来 你修的什么险 能被他打到修为尽废 也算一个其他散仙学不来的本事 那些死人是怎么动起来的 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正常人 也没有腐臭味 这么冷的天 死人不会腐烂 当然没有是腐臭 至于 好像有什么声音 他还是一点都没变 一点想动就容易分心 几位爷 快喝完羊肉汤暖暖身子吧 啊 这汤一点羊肉味都没有 有古怪 嗯就是这里 有人来了 什么汤这么神秘 放在地窖 我得去看看 人头 味道不错 这客栈 确实大有问题 啊 等等 客栈里的羊肉汤都是人肉做的 你说我之前吃的鸡汤小馄饨是不是也 嗯 放心 那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嗯 那还好 糟糕 陈军和阿赫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别急 现在情况不明 我们先去确定一下 这间客栈到底问题出在哪 你这个身体还真是不太方便啊 哎 多多谢 这 这是谁的险 妖物的险 如此看来 这客栈本身就是妖物 那我们之前 岂不是一直都在妖物的肚子里 是的 客栈里的客人 都是这妖物的药料 嗯 那老板娘和殿小儿也杀过陆旅客 煮人肉而驰 他们在妖怪的肚子里充当什么角色 激生虫吧 怎么有个偶头物黏液的味道 这里是货商的房间 怎么一点活物的气息都没有啊 妖物就是靠这个吸血和养分 再用粘液化去尸体 看来所有人都是在生梦中不知不觉就丧了命 我们快去看看阿赫他们吧 是你们太好了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其他人呢 除了阿赫 其余同门竟全部折了进去 作为大师兄 我一定要为师弟们报仇 等等 我们一起去 刚来的那些人都昏死了过去 现在连门也消失了 看来 我们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费力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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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他没有想到 增长了 locked open ка 快 既然你去找出口 这里就交给我们 既然客栈是妖术所花 是生命体就会有出口 你们不会以为能逃出去吧 你们一个都逃不出去 不如做我的下酒菜吧 你还好吗 没 没事 不好 既然在二楼 追 救 救命 别吃我 不管了 就算是死 也不能我先死 走你 难道我就这么死了 死在这种妖怪的手里 竟被梁师兄这小人暗算 还好心也来了 快走 去厨房地窖 没错 我刚刚在那儿发现了小二煮人肉汤 或许那里就是出口 现在一对二 你还是我们的对手吗 不如就乖乖受死吧 不 不 不 救 救命啊 站住 那小子当年带来我家的剑 原来真有如此威力 好了 可以走了 等等 还有阿赫 我们现在要尽快想办法离开这个客栈 你带上他一起去厨房 好 那个 带上我吧 出去之后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别废话了 赶紧走 既然 怎么样 客栈就是一只妖兽 这是他的心脏 原来如此 天哪 狗都会说话 不愧是新爷养的狗 这狗成金了 那谁 你不是修仙的吗 你快打死他 打死他 你再说他一句试试 饶 饶命 救 救命 没时间了 这些出手数量太多 如果找不到出口又杀不死妖兽 我们会被围困而死 那就击碎这颗心脏 杀死妖兽 新爷兄 如果怕脏了你的剑 就用我这把剑来做个了结吧 新爷兄 陈军有个不情之情 阿赫现在被妖兽所伤 只有这颗妖丹能救他的命 所以 能不能 你起来吧 妖兽死了 现在这里已经是个普通的客栈 给他治好伤就离开吧 太好了 这下阿赫有救了 还有一事 新爷兄请留步 方才我突然想起一件旧事 关于如何恢复那丹 或许你会需要 请讲 既然 我来了 新爷 你怎么那么久才来 你看 门果然开了 我们走吧 我们到底走去哪里呀 我们去牧松镇 给你找恢复那丹的办法 你怎么突然知道如何恢复那丹了 怎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少睡大觉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才不是自己想睡大觉 只是自从变成狗之后 生理本能让我瞌睡 新爷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 闻着好舒服呀 突然又有点困了 是生理本能 生理本能 哇 有这么多好吃的 客官 您的菜都齐了 哇 好好吃呀 你这个人怎么傻乎乎的 明明手里有一把锋利的好剑 你却偏要用那把炖的 你难道认不出来 认出来了呀 不就是成军不要了的那把炖剑吗 知道你环保节约废物利用了 真棒 我说的不是那把 哦 店家 不吃了 劳烦收下盘子 你是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子 可你家狗子我还没吃饱呢 肚子好正 看来是吃撑了 空气中有血腥味 难道又是血尸 心眼 拨好了 嗯 怎么了 突然慌里慌张的 这里怎么突然这么热啊 我来是想告诉你 刚刚在客栈后门 我闻到了血尸的味道 那正好 我有事要出门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查看一番 等等 你穿那么少 没事儿吗 外面还在下小雪呢 无妨 你带路吧 啊 他怎么又弄我耳朵 好 狗狗的耳朵最敏感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刚刚在客栈后门 我闻到了血尸的味道 那正好 我也有事要出门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查看一番 就是这里了 永顺染房 巧了 这里就是我们来木松镇的目的地 啊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用顺染房主人手里 又可以帮你重铸内担的重要物品 可是这里看起来已经荒废了很久 是啊 这染房已经荒废很久了 别说主人了 连个住的人都没有 天快黑了 今夜风雪很大 不如早归 不如早归 或许染房破败之词也和血尸有关 来都来了 不如进去看看 好 找到血尸说不定也能知道染房主的线索 对了 染房主手里可以帮我重铸内担的东西是什么 据说是一把小金锁 这痕迹有血腥味 或许是血尸留下的 那血尸必然是在里面 我先进去看看 你小心跟在我身后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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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里染料味道太大 我闻不出血尸在哪 无妨 我们分头找找 那我先去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剑 我没事 就是想拿一下这里面的东西 谁知道这柜子这么不牢靠 我刚刚看到这柜子里放了灵牌和贡果 觉得奇怪 谁会在柜子里摆放灵牌祭奠 唉 谁 我早就说这已经没人了 你们又何必进来呢 这是谁的灵牌 实不相瞒 正是犬子的灵牌 他就是染防卓 没错 我是这间染防的原主 但现在 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糟老头子 我家中 世代经营永顺染防 我和老伴老来得子 全自从小孝顺能干 读书也用功 我本来就想着 等他长大后接管染防 我和老伴好过几日清闲日子 谁知他习惯那年 竟看上苍雪城城主的女儿 赵云霜 那是城中大王 赵云霜被困火炸 我这傻小子 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 白白走了自己的命啊 哈哈哈哈 那为何要将排位供在此处 唉 我老伴在家里 只要看见儿子的灵位 就会变得疯疯天天 我只能将他供奉在此处 人死不能复生 请节哀顺便 冒昧问一下 您手上是否有一把小金锁 我儿倒是从小 就带着一把小金锁 他过世后 我们就将那个金锁 随他入葬了 敢问令郎葬在何处 你问这做什么 我儿早已入土为安 你何苦打扰一个死人 你确定他真的早已入土为安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家的染房 你们给我出去 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就是你的儿子 求求你 别杀他 他是个好孩子 我 求求你 这些伤口看起来像是 你常年割腕用血养着他 难道他便能恢复意识 重新成人了 至少他还能活着 活着就还有希望 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活人被剑刺入胸口 怎么可能一动不动 甚至也不流血 活人被剑刺入胸口 怎么可能一动不动 甚至也不流血 您的儿子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只是个妖物 虽然心也总是表现得很冷漠 但其实他也很难过吧 与其让他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还不如让他早日解脱 入土为安 你要的小金锁 走吧 不要再来了 多谢 那把小金锁 我 是我儿出生那年 中金从一个方式手里求来的 他说我儿是不偿命 我不信 想用这把金锁锁住他 只求他平平安安 富贵百年 你还好吗 你一天都没说话 也没吃东西了 你 是不是也觉得 我很残忍 你这么做是对的 虽然那血尸被药水泡在染缸里 没什么攻击性 可万一哪天他跑出去伤人 那才是后患无穷 不如我们还是来想想 怎么用昨天那把小金锁 来恢复内单吧 那走吧 找个地方为你恢复内单 你不是要去修复内单吗 为什么来这里啊 要修复内单 就要炼化这小金锁 炼化的方法是 寻找一山城水秀 灵力充沛之地 以天地灵气为也 一人往等一物中入入一路 必然相生相克之物 将其炼化为一碗丹药 服依雨露吞服 这就是金锁炼化之后的丹药 这葫芦里是我收集的雪水雨露 你用这水浆今晚吞服 我便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又变成人了 谢谢你星野 我还没人家 你不要再带我 你放在这车里 我都已在车里 我看你这爹 你怎么看一下 我想起来 我今晚了 你 чтоб这样带你 我还是明显 你这样带你 你看我这衬衣服,怎么样? 嗯,这件不错 那就这件吧,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苍雪城上西三日路程,还是早早赶路为好 你还是和之前一样,光风即月,风流四溢 仿佛和其他人活在不同的世界 天地万物皆不能入你眼 待你那单修复后,我便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苍雪城上西三日路程,还是早早赶路为好 那人身上有血腥味 追 站住 嗯? 人呢? 人肯定没走远,我们分头找找 真好骗 你说谁真好骗 呃 溜了溜了 喂,还想跑 哇,光头,你这颗头好闪啊 我不叫光头,小爷叫佛牙,快把帽子还给我,否则,要你好看 嗯 再说一遍,要谁好看 英雄,要我好看,有话好好说,一切好商量 快说,你身上为何有血尸的气息 嗯,驱使血尸是我修炼的一门法术,身上有血尸的气息再寻常不过了 修行,杀人炼制血尸,怕是炼的魔宗吧 飞野,你这可冤枉我了 出家人从不滥杀无辜 炼血尸的尸体,都是从别人丢弃的地方捡的 骗人,你才不是什么出家人 脑袋上连芥巴都没有,你就只是个光头 嗯,这位公子真是慧眼如炬 但我发誓除了这一点,其他都是真的 那你所说丢弃的尸体,是从何处得来 阵外的白话林,两个时辰前,我已在那儿捡到了第七具尸体 尸体脸上被剥皮,死状凄惨 杀人剥皮,竟如此残忍 我也曾想过追查凶手,然而,实弹力保 凶手十分凶残,确实不能莽撞 既然如此,不如我们三人结伴,一同前往白话林查探一番 麻烦你带路 你既然不是和尚,为何剃光头假装三人 此事,说来话长,我祖上当官,且三代巨坛,家中珍宝无数 到了我爹这一站,远然只手遮天 为防一朝不慎,满门抄斩,我爹娘商量后,把我送去了青莲宗 哪怕一无所有,好歹灾祸来临,有个躲避处 清莲宗是修仙门派,和你剃光头有什么关系 不过是剃了满头青丝,寻个干净罢了 对我来说,尘世繁俗,金银珠宝,都不如王羲之的字,无道子的话 倒是挺有品味,那你怎么从青莲宗出来了 后来我爹,终究是被肃清了,满门抄斩 我心中苦闷,在青莲宗待不下去,索性自己出来历练 那你岂不是孤苦伶仃,一人独活于世 嘿嘿嘿,幸好我爹给我留了万管家财,取之不尽,永之不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说到好品味,我看新野兄的品味就十分不俗 衣着虽不算十分华丽,却尽显风流 不过是模仿一个人罢了 小时候,我曾遇到过一个对我影响之深的人 长大后看什么东西,都习惯对照他的喜好评判一番 那应该也是个妙人 快看,是血 这林子里的血腥气实在太浓了 以这个味道来看,应该不久前,这里又出现了新的尸体 犯了,凶手必定还在此处,不能让他逃了 空手必定还在此处,不能让他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支笔应该就是他的武器 不自量力 你是凶手 你看 这莫非是画皮师 画皮师擅长画皮秘书 功力高深者可仅凭一支画笔 为人重塑筋骨 易容改冒 然而大部分画皮师无此功力 只能依靠夺人面皮来易容改冒 没错 但夺人面皮的手段实在太过残忍 画皮师这个职业早已消失多年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 那你应当也知道 莫之脆毒 你刚被莫之击中的伤口还好吗 我还好 暂时没事 这剑客武艺高强 毫无破绽 只是独独对着少年密切关注 看来 哼哼 既然 既然 就是现在 季兄怎么样了 既然 既然 这 这是季兄 他怎么突然变成狗了 他本就内丹受损严重 这次受伤再次损了内力 无法维持人形 季兄怕是中了招 话皮湿的墨入了眼 人便会困于梦中 不知何时方能苏醒 更有甚者 一梦千年 可有方法将人从梦中唤醒 方法倒是有 我修习的玉石术 可以将人和血湿的思想 连接在一起 现如今倒是可以如法炮制 虽然会有危险 不过为了季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谁说让你来了 新野兄 你不会想要自己入他梦中吧 不行 这实在太危险了 你不会玉石术 即便入梦 也做不到当断则断 若你叫不醒他 你也会随他一起 涌动梦魇 无妨 我定会叫醒他的 既然如此 你随我来 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到时候 你若是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在梦中 我就会强行断了你们之间的连接 你跟着我的指引离开 不要留恋 否则 你也会被困梦魇之中 永远醒不过来 我明白 你准备好了吗 一旦开始 便无法停下 开始吧 祁人 祁人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来叫醒你的人 叫醒我 现在的你 是在梦中 这人真奇怪 我们互不相识 一上来他就满嘴胡话 莫不是脑子不好使 在下不知公子所言何意 来此又要做什么 但我有事要先离开了 就死别过 不知为何 虽然我从未见过他 但这人 却看着好眼熟 这人真是奇怪 跟了我一路 看起来却没什么恶意 哎 给 你跟了我一天 却滴水未尽 再这样下去 你会脱水的 饥渴也好 脱水也罢 这一切都是你梦里的假象 在这里 我们可以不吃不喝 我不信 我知道你叫纪然 从岭南来 来这里是要寻找 淘金人口中神秘的黄沙殿 即使你知道我的过去 可能又能证明什么 我还能预测未来 接下来 这里很快会起沙尘暴 你丢了骆驼 迷失在荒漠里 到了第二天 水也喝光了 你在荒漠里 整整游荡了两天 几近脱水 待会会起沙尘暴 不对啊 现在天上星星这么亮 这意味着天气晴朗 怎么会突然起沙尘暴 那你说说 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后来 你杀死了一只妖兽 在他的巢穴中 找到了水源 以及一座有千万人 对程的石山 并在那儿 救出了一个孩子 我就出了一个孩子 那他叫什么名字 他当时没有名字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说 他的眼睛像旷野里的星星 所以 你给了他一个名字 哦 我给了他什么名字 你给了他 启封了 不管了 拉出来一个是一个 先救新野兄吧 星野兄 时间到了 你赶紧跟随我的指示 离开梦境 否则 你也会被困在里面 风太大了 你先过来一起躲躲 好 你等我 这把剑 是我季家的祖传宝剑 时间仅有一把而已 他怎么会 你 不许死亡 是唯一能让你醒来的方式 你 或许死亡 是唯一能让你醒来的方式 信号 信号还来得及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在这儿 小黄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被花皮湿的墨汁 滴到了眼睛里 一直在昏睡 谁是小黄 你呀 鸡兄现在长得 和我小时候养过的 小黄一模一样 可爱得很 真是太善良的狗子 被人欺 不过 你怎么醒了 还是小黄狗的样子 唉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不过小黄 你都做了什么梦 怎么一直醒不过来 我记不起来了 好像是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不过 不过这次都亏了心 也和佛牙 找机会 一定要好好报答 你清醒一点啊 多谢两位兄弟救命之恩 举手之劳 今晚大家想必都累了 不如早点各自歇息 不过我肚子饿了 想先饱餐一顿 天寒地冻的 最适合出古董羹了 小黄你倒是会吃 天寒地冻之时 对着雪景 吃着古董羹 临床对着 真是美灾 小心烫 对了 那个画皮尸 后来怎么样了 不顺被他逃脱 依我看 他是往沧雪城 方向去了 沧雪城 真是巧了 刚好与我们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一致 那不如 我们明日就出发 如此也好 佛牙兄 接下来又何打算 我本就房产遍地 天下为家 既然画皮尸 这事我管了 就会管到底 不瞒你们说 我在沧雪城 也有一处别愿 十分雅致 到时 我们可在那儿小助 厉害厉害 佛牙兄真是 巨父 嗯 说起来 眼下沧雪城城主 正广发告示 花重金 聘请神医呢 为何要聘请神医 是这样 城主又一女儿 名为赵云霜 据说人美歌甜 引得无数男人甘愿 为她抛头颅 洒热血 只是后来 城中一场大火 据说那姑娘 被抬出来的时候 已经被重度烧伤 唉 人虽然还活着 不过 也只是吊着一条命罢了 巧了 原来是她 嗯 什么巧了 莫非 你们认识那位赵云霜小姐 还是 你们谁擅长医术 虽然现在还不认识 但我们去沧雪城 就是要去找你口中的 城主的女儿 赵云霜小姐 找城主女儿 所为何事 为了找火灵簪 据说这件宝物在她身上 火灵簪 莫非就是那传闻中 可以治愈内伤 甚至重塑内搭的 五件本命物之一 没错 佛亚兄你果然见多识广 过奖过奖 不过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火灵簪竟然在赵云霜手中 这倒是个好东西 除了火灵簪外 还有长金锁 锁灵盒 以及坠心珠和碧玉禅 嗯 要是搜集全了 唉 你们收集这个做什么 莫非是谁受了 极重的内伤 星野兄不像啊 小黄看起来也十分抗健 当然是我 不然你以为我 为何会变成狗子 本来上一回 已经炼化了长金锁 恢复了人生 也就是你最开始 见到我的样子 谁知 我想 一方面是因为 你再度受伤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虽然我们炼化了长金锁 但依然无法修复好 你的内丹 所以只能维持人参一段时间 那正好 我们明日一起出发吧 去找火灵簪 为小黄修复内丹 顺便铲除那个 害人性命的话皮诗 你们看 就是这则告示 我们已经接了告示 怎么没人带我们去见城主 你们来晚了 你们看 就是这则告示 我们已经接了告示 怎么没人带我们去见城主 你们来晚了 一个月前 已经有一位医术高超的神医 救毁了赵小姐 赵云霜小姐不是烧伤吗 我有秘术 可治疗烧伤 那神医 可说是华佗在世 不仅把赵小姐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还为她治好了身上的烧伤 养好伤后 据说赵小姐的美貌 一如从前 修仙之人修复内丹 尚且困难重重 是怎样的秘术 竟能让烧伤的皮肉再生 是哪位高人 竟有如此本事 那倒是不知 不过 依我看 赵小姐时常时周发凉 做了无数好事 一定是她的善心 感动了上天 才让神医出现 治好了她的病 原来如此 既有缘得知 有此心善之人 自当前去拜会一番 请问城主府怎么走 进城后走两里 最大的府邸 就是城主赵府 我方才去照府 那狗眼无珠的小丫头 竟说我是来 骗吃骗喝的神棍 你在骂谁 我们狗子不服 别与她一般计较 富亚秀 你这是自己 吹了牛皮 方才信心满满 说只要你出马 赵云霜小姐 必赶着来相见 如今 却被一个 粗屎丫鬟赶了出来 那依你看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看来只能等天色黑了 我们再偷偷溜进去查探 我这一生 都被你给毁了 难怪画皮是会出现在此处 原来画的就是这美丽 善良的赵大小姐的皮吗 从小爹爹便将于我 为人当善良 于是我十周散药救济百姓 甚至有人称我为女菩萨 可这些 换来了什么 我亲自去发送医务 你却安将仇报 夜盏油灯导致仓库大火 让我如今人不能鬼不鬼的活着 都是小人的错 那是我极寒交迫 想去残库偷点衣服出来卖 甚至惊慌之中 措手打翻了油灯 秋秋小姐直接杀了我吧 你想死 没那么容易 既然老天不照顾好心人 我不如当个恶人 肆意痛快 我这簪子 与一般既无不同 你现在是不是感受到了 烈火焚身的痛处 我曾经尝过的痛苦 必要百倍千倍施加于你 真是造孽 她已经完全扭曲了 什么女菩萨 就是个恶魔 善恶一念之间 如此实在可悲 不过她手中的想必 就是火灵灾了 小姐 发生了何事 你千不该万不该 看到这一切 我还要披着这面皮 做仍然赞算的赵家小姐 和沧雪城的女菩萨 只好委屈你了 云霜 不要一错再错了 快随我一起离开这里 到一个无人知晓我们的地方 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小姐 发生了一个无人知晓我们的地方 我还要披着这面皮 做仍然赞算的赵家小姐 和沧雪城的女菩萨 只好委屈你了 云霜 不要一错再错了 快随我一起离开这里 到一个无人知晓我们的地方 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孙武 那为了救我而死去的永顺染房的苏良 他口口声声 说爱慕我的一切 我被他的话所感动 与他约顶金声 可在火场之中 看到我被伤祸的容貌后 他竟吓得连连后退 盼倒在货物上 这才被卷出了火海之中 不 我与他们不一样 世间男子 解爱慕我美丽的容貌 和承诸女儿的身份 所谓才华和善良 不过锦上添花 苏良死后 竟博得了深情的美名 而我 却还要再次苦苦挣扎 你说 我还会信你吗 不 我不一样云霜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在意你的容貌更改 你就是你 干嘛踹我屁股 晚上好 外面天气太凉 冒昧进来一叙 没打扰到你们吧 刚才是谁踢我 你们究竟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唉 我们当然是从天而降的正义使者 至于为何在此 倒要问问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看来刚刚发生的一切 你们都看到了 那就留不得你们了 孙武 证明你爱我的时候到了 孙武 你口口声声说 爱他善良纯真 可你看他要杀人灭口的猙獰模样 和纯善有什么关系 你利用秘书夺人性命和面皮 又和善良有什么关系 而你 满口善良无用 上天待你不公 可此前的美貌 家世 还有财富都是上天恩赐 你却为了一己之私 漠视人命 残害无数少女 谢兄 这二人杀人如麻 唯非作歹不说 还妄图披上纯善的人皮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演苦情戏 你看应当如何 恶人自有人间律法裁定 而我 向来只捉杀恶妖 恶妖 恶妖 莫非他不是人 还有 这是什么味 也太难闻了点 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 这屋子里一直有骨烧焦味 就是因为这妖物 乃是死于火场中 怨念所化的怨灵 红烟不过化皮 黑烟才是它的本体 那要杀死它 岂不是很容易 刺破化皮 散了黑烟 它也就完蛋了 雲珠 你 孙姑 你不是说爱我吗 快带我走 我这就带你走 你们是何人 对我家小姐做了什么 此处已被包围 快速手救起吧 你们看看清楚 这胸口冒烟的怪物 是你家小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快去报告老爷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定不会放过你的 孙姑 快走 你们看看清楚 这胸口冒烟的怪物 是你家小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快去报告老爷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定不会放过你的 孙姑 快走 小桃 死完了 闭上眼 别 别看 快 快走 我 为何要这么做 怎么察不见呢 我一直记得那年冬天 我 我 我那时候 我 管家 你拿一些衣物和银两 给这位小哥哥 是 车上小姐是谁 是成竹府的赵云霜小姐 此处冷 你还是快去吃点热乎的吧 你不是说 要带我走吗 你快站起来带我走啊 孙伍 唉 世间皆是有琴池 然而对一个怨灵的爱 究竟还能不能称之为爱 是你 是你杀了他 我原本可以与他远走高飞 获得幸福 可你去杀了他 他本来或许可以平安顺遂度过此生 是你的私心害死了他 让他沾染无数鲜血 又命丧于此 我被烧死在那场大火中 天不觉我 让我继续存活于尸 我又怎能不抓住机会 可如果不是你这份执念 他也不会死 你应当与他一起 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与他一起 同归于尽 这大概已经是我与他最好的结局了吧 好浓的烟 我们得赶紧走了 再待下去 别说护院 赵承主也该来找女儿了 佛阳 这里就麻烦你善后了 我 善后 什么 话皮是爱着当年善良的赵小姐 为何可以接受这个巅康残忍的怨灵 他 还爱他吗 情之一字 自古难解 我可以接受这个巅康残忍的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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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人行 一旦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 可能就无法继续维持 比如上回受伤 没事 按照这个速度啊 我们很快就能集齐啊 这回也是多亏了 心眼和佛亚兄的帮忙 感激不尽 如今画皮诗已死 既然兄也恢复了人身 不知道两位接下来要去哪里 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本命灵器 是一只墓葬的玉蝉 在婉宁阁阁主手中 如今画皮诗已死 既然兄也恢复了人身 不知道两位接下来要去哪里 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本命灵器 是一只墓葬的玉蝉 在婉宁阁阁主手中 佛亚兄 佛亚兄 你怎么了 佛亚兄 莫非你认识这位阁主 当然不认识 只是想到我出来了许久 在家里的那些血尸 怕是要耐不住了 新买的院子也还要装修 既然你们还要难驾 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 也好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佛亚兄 我们先行一步 山水有相逢 有缘再见了 我们先行一步 哒哒哒哼哼哼哼啊师兄师弟们都不在吗 摆圣楼的高点师兄们肯定也很馋 哎呃今天真是轻松了很多 是啊难得佛牙不在 他一个大少爷学什么不好偏偏休息御师术 倒是累了我天天要替他收拾房间 若不是怕他爹不给教理军物资 我们何苦天天伺候他哄着他 就是 原来师兄们是真要看我的吗 爹爹爹爹我的书法又静静了 你可要看我为你演习一番 这次回来可是缺钱花了 再为少爷取信银两 到时候让书头一并带去青莲宗 是 这次伤传事故 你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份的警惕 哪怕我复可敌国 游历四方 亲情 友情 爱情 师门情义 却都与我无关 对谁而言 我都是过客 人活着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无想山的枫叶灵四季潮火 果然是传说中仙境一般的地方 我们要找的宛宁阁 就在这片枫林的尽头 咦 嘿嘿 嗯 像 实在是像 啊 像什么 像我当年没有修成伞仙时 还是人间少年郎的样子 嗯 难怪我们如此脾性相投 有蛇 几然 我自有办法躲避 你何必 无妨 我好歹是个散仙 区区一条红腹蛇还难不倒我 你是凡人之缺 被毒蛇咬了才麻烦 你对我的好 我总是分不清你是天生纯善 还是心里关心我 但你毕竟内担未权 我怕你难以维持人生 大概还能再支撑些时间 在此之前找个妖丹疗伤便好 有红腹蛇这种灵物出没的地方 想来有妖丹的可能性很大 果然 那边有只巨简 或许有妖兽在里面冬眠 且等我先去查看一番 心眼 小心 你是谁 救救我 这位兄太如何称呼 发生了何事了 我们要如何帮你 我先了 你们趁我留伤 我们尚有要事 你自己种的蛇毒 转眼就忘了吗 我们还要去找妖丹解毒 蛇毒 大概是 几北的红腹蛇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法子 不需要妖丹就可切 只要 只要 只要你们答应帮我一个忙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但能否先为他解毒 自然 莫非这就是 挖宁格格主的殡遇缠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法子 不需要 邀 muddy Kurt 可教 只要 只要 只要你们答应帮我一个忙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但能否先为他解毒 自然 这是 别说话 先把药伤的手给我 原本压在胸口的凝滞感消失了 蛇毒解了 这是什么宝物啊 竟能瞬间解毒 莫非 这就是瓦宁阁阁主的碧玉禅 难道你是瓦宁阁中人 我自然不是 不过是半月前 因缘机会曾 曾到我那里 而我要拜托你们做的事 就是将这枚玉禅 送回瓦宁阁 送回瓦宁阁 传闻 瓦宁阁是个极乐之地 也有人说 它是个妖枯 据说入口 就在这片枫叶林的尽头 极其隐秘 只要有缘人才能进入 我 我出门游离 听人几别的冰雕 不仅花样精美 且细致新意 于是便想来看看 头中路过此地 便会打武装 我受了万宁阁 在那里 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十七姑娘 度过了一段 度过了一段 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玉残 是十七姑娘 不小心掉落 被我 被我无意中剪刀的 剪刀 私自带走 那不就是窃局 倒也是如此 只是 这玉实在太美了 玉制雕工 都是时间罕有 我一时鬼迷心 巧 就将它偷偷带了出来 甚至 离开万宁阁不久后 就遇到了山匪大劫 我 我被当兄刺了一刀 跌入悬崖 而我怀中的玉残 竟是伤口痊愈了 我满心欢喜 以为得到了可治愈一切的时间质保 既然如此 那你如今为何 又要将玉禅送回万宁阁 你们有所不知 我现在的惨状 都是玉残带给我的 这是 这是玉残的诅咒 诅咒 此话怎解 这些日子 我亦亦都能梦到 在万宁阁醉生梦死 白天里 身体却日渐消瘦 这就是玉残的诅咒 若不是此前找到了这个妖兽的钱 我可能 我可能撑不到你们来此 诅咒 难道会因此消瘦至死 你们 也只能帮我送还玉残 因为每个被玉残治愈的人 最终 也会将自己的生命 贡献给玉残 包括 刚刚被解蛇毒的我 看来无论如何 都要去一趟万宁阁了 那他怎么办 他这个样子 如果把他丢在这里 可能还没等我们找到万宁阁 就撑不下去了 不如将他带上 好 那就带上他 我们已经走到了枫叶林的尽头 却连宛宁阁的影子也没瞧见 刘少 你还记得当日 是如何进入万宁阁的吗 不如换我来呗 不必 我还撑得住 只是这短短一路 他就昏迷了三次 我怕跟着我们 反而会加速他生命衰竭 前面就是十元了 不如我们先将他送到医馆 然后我们尽快去一趟万宁 哥 别动 留下买路钱 多么传统的武侠小说情节啊 这么多天 我们终于碰上了山贼 放下武器 打劫 不行 你 你 糟了 一紧张就使出了我的变幻之术 现在并不回去了 我这也算是凭实力赶走山贼 可惜我现在想帮你背他 也背不了了 无妨 快到了 我们继续赶路吧 大夫说柳生的病没法治 可能只能撑几天了 我们必须尽快解除玉禅的诅咒 这是否出于玉禅的诅咒 还不得而知 你的身体 可有异样 我的内单依然是碎的 其他倒是没什么异样 玉禅也是我们要找的领宝之一 但总要解开了这个秘密 才能放心莲花 你先休息吧 明天还要早起 去寻找晚宁阁的入口 嗯 新颜 新颜 你在哪里 怎么了 你去哪儿了 吓我一跳 还以为你丢下我走了 我刚从医馆回来 大夫说 柳生要等到我们回来 还有一个办法 找一根千年老山参 切片 让它含在嘴里 或许能多撑一段时间 可短时间内 去哪里找一根千年老山参 大夫说了 十元三年一次的赌室大会 刚好在明天举行 而举办这场赌室大会的富家 他们手里正好有一根千年老山参 那我们明早就出发 既然要赌室 还得提前找一块石头 回来的路上 我顺便找了一颗腰丹给你 星野 你可真是太好了 看来我们猜得没错 在炼化两件本命物吞服后 普通腰丹也能修复你的内丹 也算是找到了你暂时变成人的办法 哎 还真是变回人舒服 我去找掌柜 再开一间房 没事儿 大家都是男人 睡一张床也无妨 你对我坦荡雷落 而我却心事重重 就这块吧 反正我们也不是真去参加赌室大会 这样就可以去参加赌室大会了吗 嗯 只要有原石就有参加的资格 虽说石原人采石为生 但赌室风险很大 正所谓一刀穷一刀富 清净所有买下的毛料原石 切开之后 可能是价值连城的美玉 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的石头 能举办赌室大会的富家 财富可见一半 没错 据说富家的掌门人富白 从小病弱 却精彩艳艳 号称公子世无双 这莫非就是富家那位并公子 就是他富白公子 果然和传书中一样 是位翩翩公子 啊 早知道大石头这么重 我就应该找个小的 想来也不会不让我们进吧 参加赌室大会的 过来这边登记 二位可是来参加赌室大会 你们的石头何在 呢 就是这块 看来公子只是想来见见世面 请进吧 千年难得一遇的预料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八十万两一分不少 这根本就是普通的石头 路边随便捡的货色 居然敢要八十万两 你当大家都傻子吗 我看这人想钱想疯了吧 赌室界有句话 叫神仙难断寸月 诸位怎能以外表断梅月 实不相瞒 这块石头是我家的传家宝 唉 要不是实在没办法 也不会拿来卖 难道整个赌石大会 就没有一个石货的人吗 公子 该喝药了 倒是有点意思 兴许是块美玉 你说是吗 傅柔 你这块石头要是能卖出去 亲哥 我就让狗牵着 在场上溜一圈 我不和你吵 叫你们这里最识货的人出来 快看 傅公子下来了 你就是这里最懂石头的人 正是 在下傅白 原来这就是傅白 是时候认个错 怂一波 说明真正的来意 讨一波千年老山生了 傅公子 其实在下 这块石头 我要了 你说什么 是真的吗 傅公子想什么呢 公子 八十万两一块破石头 您 我意已决 你去准备银子吧 是 八十万两银子买一块废料 这人是否别有目的 傅公子 不瞒你说 我这块石头是在戈壁摊上随便捡的 不是什么传家宝 其实我这趟来 只是为了傅家的千年山生 我有个朋友重病 急需老山生调着这条命 你果然是个骗子 傅公子 可千万要好好处置这个骗子 赌石除了要有一双慧眼 运气也是关键 今日我恰好觉得运势不错 便和你赌这一把 愿赌服输 无论这块石头抛出什么 你都能拿着八十万两银子 完好无损地走人 开 继续 极品翡翠 公子真是眼力过人啊 看来这回我赌对了 极品翡翠 价值连城 何止八十万两 这玉即使在整个石垣也是罕见啊 心眼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不过是随手捡了块石头 竟然真的能抛出个极品玉石来 是真的 你的运气一向好 对了 傅公子 刚才我已说明来意 是为朋友求要 因此斗胆问一句 可否以八十万两 换一株千年山生 傅某是生意人 千年山生 虽是因在下身体虚弱 加付重金求来 以备不时之需 但换八十万两银子 何乐而不为 傅柔 派人将那株千年山生拿来 多谢傅公子 傅公子 你可知道 晚宁阁的入口在何处 什么晚宁阁 连听都未曾听过 可是连生活在石垣之外的人都知道 风林尽头有晚宁阁 所以傅白身为傅家当家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什么晚宁阁 连听都未曾听过 可是连生活在石垣之外的人都知道 风林尽头有晚宁阁 所以傅白身为傅家当家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走吧 快拿山山回去 给柳生治病 然后我们出发 去找晚宁阁 好 他爬的姿势不对 那确实不如你敬爱丰富 新年 哎呦 两位贵客回来了 大师 您看我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大神 您看我这块石头够不够丑 请火神仙给我这个石头开个光 我也有千年山山仇仙 哎哟 赌石大会上您刨出八十万两石头的事情一出 今天戈壁滩上就人山人海 大家都提着灯笼找石头 这不 这些入客就是专门拿了石头来请教您的嘞 这 这 这也行 快跑 等等呀 大神 大神 看看我这块石头啊 怎么又变了 新年啊 我是不是变成了一只老鼠 不是的 是仓鼠 像个小猫团 给你啊 就立刻吃了 别藏在嘴里 放久了就不新鲜了 我也不想 是仓鼠的本性控制了我 好饱好饱 你说 为何今日我们问了许多人 都不知道婉宁阁的入口在哪 甚至也不知道婉宁阁是什么 是婉宁阁真的不存在 还是他们在隐瞒些什么 确实 婉宁阁在这里 好像是个秘密 好在有了千年山深 柳生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也有时间再去打听 今日先歇息吧 其他的 明早在上一 心眼 我知道如何进入婉宁阁了 如何进入 刚刚墙角几只耗子说 枫叶林的镜头有个枯骨坛 是个乱葬岗 月圆之夜 坛使会成为一面镜子 映照出的镜子背面 就是婉宁阁 但只有有缘之人可以看到 你如今 能听懂耗子语 大家都是鼠类嘛 虽然我不会说 但竟然能听懂他们的交流 巧了 明天月中 刚好满月 找到枯骨坛 或许 我们就能进入婉宁阁 破除玉缠的诅咒 并将其顺利莲花 嗯 莲花玉缠倒数不急 希望千年老山生 可以吊着柳生的命 坚持到我们找到 婉宁阁 解开玉缠的诅咒 嗯 啊 小石 小石 看到了雪势 果然是佛牙 巧了 星夜兄你怎么也在这 怎么不见季燃兄呢 佛牙兄 我在这里 这里这里 你就是季燃兄 几日不见 你怎么又变成老鼠了 别瞎说 它是仓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极北太冷了 我想往南走走 刚好石园有个朋友约我一句 结果路过此地 发现妖气甚重 就顺手降服了这只血尸 你们呢 找到要找的灵气了吗 当时找到了 只是遇到了点麻烦事 此地一眼望去 就是变荒地 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潭水 巧了 善御师数者 一善追踪术 跟上 看来酷酷炭炭水 在这个洞的后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漫天 红尘古人 不棘而间 小徒慢慢 正好做个伴 一同看遍 多少礼和悲欢 天地见 没什么值得留恋 偏偏落合 最惨的谁来成全 想吃的鸡汤 混沌相桌肉片 还有干过米签 宝珍新鲜 香料杂而三千 最曾故事熬成篇 写流年 不论诗篇 鸟篇 全变成神仙 就在相遇以后悔